撒姆尔记下第十三章 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丽的妹妹,名叫他玛。 大卫的儿子安嫩爱上了她。 安嫩为了他妹妹他玛的缘故,因爱成病。 因为他玛还是处女,所以安嫩看来很难对她采取什么行动。 安嫩有一个朋友,名叫约拿达,是大卫的哥哥士米亚的儿子。 约拿达是一个非常狡猾的人。 他问安嫩说,王子啊,你为什么一天比一天瘦弱呢?你可以告诉我吗? 安嫩说,我爱上了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妹他玛。 约拿达对他说,你可以躺在床上装病,你父亲来看你的时候,你就对他说, 求你叫我的妹妹他玛来,把食物递给我吃,叫她在我眼前预备食物, 好使我可以看见,也可以从她的手中取食。 于是,安嫩躺着装病,王来看他。 安嫩对王说,求你叫我的妹妹他玛来,叫她在我眼前给我做两个饼, 我可以从她的手里拿过来吃。 大卫就派人到宫里去对他玛说, 你到你哥哥安嫩的屋里去,为他预备食物。 他玛就到他哥哥安嫩的屋里去, 安嫩正躺着。 他玛取了点面,把面和好,就在安嫩面前做饼,并且把饼烤熟了。 他拿过锅来,在他面前把饼倒出来。 安嫩却不肯吃,他说,叫众人离开我出去。 众人就都离开他出去了。 安嫩对他玛说,把食物带到卧房来,我好从你的手里拿过来吃。 他玛拿着他做好的饼,进了卧房,到他哥哥安嫩那里去。 他玛上到他面前给他吃的时候,安嫩却拉住他,对他说, 妹妹,来与我同情吧。 他玛对他说,不要,哥哥,不要侮辱我。 在以色列中不可做这样的事,你不要做这丑事。 至于我,我到哪里除去我的耻辱呢? 至于你,你在以色列中也会成了一个愚妄的人。 现在,请你去对王说,他并不会禁止我闺女的。 但安嫩不肯听他的话,他又比他玛有力,就侮辱了他,与他同情。 事后,安嫩非常恨他。 他对他玛的恨,比以前对他的爱更大。 所以,安嫩对他说,你起来,走吧。 他玛却对他说,我的哥哥,不,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刚才与我所行的罪更大了。 但是,安嫩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了事后他的仆人来说, 把这女人从我面前赶到外面去,然后把门锁上。 那时,他玛身上穿着长袖彩衣,因为未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的。 那事后,安嫩的仆人把他赶到外面去,然后把门锁上。 他玛把尘土撒在自己的头上,撕裂身上的长袖彩衣, 又把一只手放在头上,一边行走,一边哭叫。 他哥哥压沙龙问他,是不是你哥哥暗嫩与你亲近了? 我妹妹啊,你现在不要作声,他是你的哥哥,你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 于是,他玛孤单凄凉地住在他哥哥压沙龙的家里。 大魏王听见了这一切事,就非常生气。 压沙龙什么话都没有对暗嫩说。 压沙龙恨暗嫩,因为暗嫩侮辱了他的妹妹他玛。 两年以后,在以法连边界的巴黎下索,压沙龙雇了人为他剪羊毛。 压沙龙邀请王所有的儿子到那里去。 压沙龙去见王说, 看呐,现在你的仆人雇了人剪羊毛,请王和王的臣仆与我一同去。 王对压沙龙说, 不,我儿,我们不必都去,免得我们成为你的重担。 压沙龙再三勉强王去,王还是不肯去,只是为他祝福。 压沙龙说, 王若是不去,求王让我的哥哥暗嫩与我一同去。 王问他, 为什么要他与你一同去呢? 压沙龙再三求王, 王就派暗嫩和王所有的儿子与他一同去。 压沙龙吩咐他的仆人说, 你们注意,暗嫩酒憨而热的时候, 我对你们说, 急杀暗嫩, 你们就把他杀死。 不要惧怕, 这不是我吩咐你们的吗? 你们要坚强, 做勇敢的人。 压沙龙的仆人就照压沙龙所吩咐的, 向暗嫩行了。 王所有的儿子就起来, 个人骑上自己的骡子逃跑了。 他们还在路上的时候, 有消息传到大卫那里, 说, 压沙龙杀了王所有的儿子, 没有剩下一个。 王就起来, 撕裂衣服, 躺在地上。 势力在他身旁的所有臣仆, 也都撕裂衣服。 大卫的哥哥士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 我主不要以为所有的年轻人, 王的儿子都被杀死了。 其实死的只有暗嫩一人。 自从暗嫩侮辱了压沙龙的妹妹他妈那一天起, 压沙龙就定义要杀死他了。 现在, 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 以为王所有的儿子都死了。 其实死的只有暗嫩一人。 压沙龙逃走了, 守望的年轻人举目观看, 看见许多人从后面山坡旁边的路而来。 约拿达对王说, 看啊, 王的儿子都回来了, 正如你仆人所说的, 事情果然是这样。 他刚说完了, 王的重子就都来到了。 他们都放声大哭, 王和他所有的臣仆也都嚎啕痛哭。 压沙龙逃亡, 走到基数王雅米乎的儿子达玛那里去了。 大卫天天为他的儿子哀伤。 压沙龙逃亡, 逃到基数那里去, 在那里住了三年。 大卫的心不再怀恨压压沙龙, 对暗难的死也不再那么难过了。